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王健宣时间了 我是王健宣 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 大家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台铁在太鲁阁号 发生的这一个意外的事 太鲁阁号创上工程车 也造成49个人死亡 218个人轻重伤 这个是台铁40年来 最惨烈的一个事故 所以在我们台湾已经搞了一段时间 天天大家就骂来骂去 责任归来归去 这也很惨 那么在这个事件里面 有很多一个整个的家庭 在里面遭到了困难 所以这个有一个家庭 他这个爸爸妈妈还有孩子 一起做这个太鲁阁号 发生了这个车祸了以后 这个爸爸死掉了 那么妈妈也受了一点伤 孩子呢受伤还很轻 这个时候爸爸死了 这个妈妈就非常的难过 不停地哭 不停地哭 流泪 流泪 那么这个孩子 一个儿子快要念大学了 另外一个孩子比较小一点 这两个孩子很懂事 这个大的孩子就跟这个妈妈讲 说妈妈呀不要哭啊不要哭啊 还有我和妹妹在啊 我们都要快念大学了 这个将来我们会来养活你的 不要哭啊妈妈还有我们在 还有我们在 爸爸走了不要太难过 还有我们在 这个妈妈当然还是会难过 不过看到两个可爱的孩子这样讲啊 这个妈妈的心中啊 多少会有一点疏解 他这个上腹之痛的一个悲哀 所以妈妈不要哭 还有我和妹妹在 所以 今年 我们在清明节发生的 这个太鲁阁号的这个事件呢 以后啊 刚刚讲过40年来最严重的事故 那么这个事故里面啊 也会有一种状况 什么状况呢 就是政治上 政治人物他讲不要哭 还有我们在 这个太鲁阁号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 大家就一再要讲 交通部长这个林家龙要辞职怎么样怎么样 那林家龙说就是有辞了又怎么样 拖离拖拉拖离拖拉 那当然现在他已经辞掉了嘛 新的交通部长也出来了 所以当他要辞不辞在来拖离拖拉的时候 说我辞成也写出来了 又是什么这样的 有一个报纸的社论 这社论就说不是单单林家龙的交通部长有责任 这个行政院的院长还有总统都有责任 所以应该要继续去追 这些应该负责任的 这个苏贞昌还有蔡英文 他们都有无可逃避的责任 如何如何这样来讲 在这个里面这些人交通部长 行政院长总统或相关的人心中当然都很担心很难过 但是这个时候部长就跟院长说 院长你不要太担心 这个事不会影响到院长的 最多我出来辞职 院长不要担心 有我在 有我在 这个就跟那个儿子对妈妈讲 妈妈不要哭 还有我跟妹妹在 你放心好了 这个部长也对院长讲 院长你不要难过 责任不会到你身上来的 最多我辞职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院长呢 也会对这个部长讲 说没有关系了 慢慢辞了 最后辞掉了 也不要紧了 稍微休息一下 那将来呀 我会再重用你的 你看你喜欢坐什么位置啊 将来你再告诉我呀 这个部长啊 林嘉隆部长啊 不要太担心啊 不要哭 还有我院长在 没关系的 然后院长就跟总统说 总统啊 这个是我们行政院负责 不会到搞到总统了 责任都有行政院 火烧不到总统的 你放心好了 这个话也换成前面讲的一样 总统啊 不要害怕 不要难过 还有我们在 还有我院长替你挡 总统就会说什么东西呢 说 哎呀 这个院长啊 你不要担心的 这种事啊 我有我在 你还怕什么东西呢 不会有问题的了 就由我来担当 所以这些东西里面啊 其实我引用到 刚刚讲的 妈妈 爸爸走了以后 妈妈你不要哭啊 还有我跟妹妹在 放心好了 这些官场的这些人啊 遇到有这种东西 要担起政治责任的时候 不要怕 不要怕啊 还有我在 你辞职了以后 将来 我就会找更好的位子给你坐 我这样讲 你们会觉得有点讲笑话一样 好像开玩笑一样啊 完全不是哦 完全不是哦 因为你大家去看一看啊 我们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这个苏贞昌和侯友宜 在选这个新北市的这个市长的时候 那输得一塌糊涂啊 输得一塌糊涂 苏贞昌输给侯友宜29万票 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你知道吧 你数字 那么苏贞昌还有执政的总统啊 什么这些在支持啊 来输掉29万票 我当年啊 在跟苏贞昌在选 但是台北县县县长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孤立无援 没有人理我呀 等等啊 我才是输了五万多票 你知道 我拿了八十几万票啊 他这个输了29万票 输得很厉害的啊 但是呢 有什么关系呢 苏贞昌输了29万票 还有陈启迈在高雄呢 输给韩国瑜15万票 大家不要以为15万票不多 在上面一届高雄市长选举啊 民进党的陈菊大赢54万票 一进一出是70万票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陈启迈啊 输得更惨 你知道吧 这个时候院长就会跟他们两位安慰啊 这个总统也会安慰他们啊 说安慰这个苏贞昌啊 不要难过 输了新北市不要难过 还有我在 还有我在 所以就给苏贞昌做院长啊 那陈启迈呢 高雄市也是说的要输了脱了裤子啊 总统就说 这个 奇迈兄啊 不要难过啊 没有关系 还有我在 还有我在 就让他做行政院副院长啊 行政院副院长比市长都大很多啊 所以输了有什么关系 不要害怕 还有我在 还有我在 就是这样啊 现在陈嘉隆 这个交通部长不做了 他从前也是选市长选输掉了以后就可以来做部长啊 对不对啊 所以啊 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啦 所以大家记得我讲的这个话啊 不要哭 还有我在 不要哭 还有我在 这一句话 在政治上 一样是非常灵光的哦 那大家我们再看一看 说陈水扁 陈水扁当过中华民国两任的总统 结果被贪污 判刑 去坐牢 他在牢里面坐过了 坐过了 陈水扁就是说 好歹啊 我也为民进党立下了汉马功劳啊 我两届做总统的时候 你们民进党这些人都做了很多大官啊 都是靠我呀 现在我要坐牢 情何以堪啊 你们都不关心我 对吗 民进党的总统就说 阿扁兄啊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啊 我叫他们啊 让你保外就医 那你现在你看你保外就医 就不要坐牢了 而且你在外面趴趴走啊 到对演讲 到处有公共的活动 你都参加呀 而且你在家里面过得舒舒服服的日子啊 这不等于没有坐牢一样的吗 阿扁呢 不要担心 还有我在 你还怕吗 就是变成这样啊 所以这种啊 在政治上啊 这个小官替大官党师头担责任 尤其党派相当的时候 而且系 系别相同 像民进党执政里面 他有这个派系 那个派系啊 你跟那个派系是同一条派系的 你放心好了 部长不做 还会有更大的官可以做 市长选输了 还可以做行政院长 还做副院长 不要怕 只要派系 对了 不要怕 还有我在 那派系不同 当然就结果就会不一样了 所以在政治上啊 这种的事啊 大家也不要大惊小怪 这个在政治上啊 虽然有的时候不很合理 说这个家伙发生了这样大的事 死掉这么多人 他辞职了 哎呀 不要怕 还有我过了没有几个月半年 又找了个好位置给他 哪有这样的事啊 太不公道了 哎 但是政治上这些东西就有他的另外的一番道理 另外一番道理 这个另外一番道理 我就讲讲给各位听一听看哦 从前有一个单位啊 这个中午下班的时候 下班的时候 这个长官啊 这个主管啊 就跟同仁还有其他的人啊 就搭电梯 这个电梯里面大概很大呀 可以坐十几个人啊 坐在里面啊 这个长官啊 放了一个臭屁 啵一下臭的要命 那很不好意思啊 你知道吧 哎 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同仁 一位部署啊 他就很大声的说 哎呀 对不起啊 我刚才放了个臭屁 对不起各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替他这个长官啊 挡掉了这个不好意思的这个面子的问题 这样的这个长官就好像觉得放臭屁不是我呀 不然大家都觉得是他呀 他很没有面子啊 过了没有多久啊 这个单位里面就升官 那个刚刚那个说 哎呀对不起啊 我刚刚放了个臭屁啊 替他的长官挡了一下的 这个拍马屁的家伙升官了 升官了 就有另外的人啊 就跟这个长官说 说你这个不好吧 这个家伙喜欢拍马屁 你就给他升官 这个太不公道了呀 这个长官说了一句话呀 很有道理 他说什么 连一个屁都扛不起来的人 我要他干什么呀 连一个屁都扛不起来的人 我要他干什么 这个家伙你说他拍马屁 他起码扛了一个屁 扛了个什么屁 我放的臭屁 他说是他放的 所以这个人是可用的你知道吧 所以现在泰鲁歌号发生了以后 就由部长挡下来了 说这个都是我的罪过 我做不好 我辞职 跟院长没关系 院长啊 放心好了 还有我在 不要怕 就是这样呢 一样的这个道理 所以在政治上啊 有的时候啊 他真的需要啊 能够替他扛屁的那种那种人 扛屁的 但是我讲扛屁呢 懂得这个事啊 就是说 如果这个长官 部长 做事非常好 做的也很好 但是因为他很努力做事 啪啦啪啦啪啦到处都做 哎 难免会有一件事 绷绷一家伙做错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就要有人来替他挡 假如没有人替他挡了 他就下台了 下台了 如果又没有遇到好爸爸 或者好儿女说 你不要怕 还有我 如果没有遇到这样 你就完了 那这个人呢 可能是很努力做事的 他努力做很多事 中间难免会有一两个倒霉的事 一两个倒霉的事 他就垮掉了 他一辈子就垮掉了 那我们就我们社会来说 不是也少了一个有干劲 很努力做事的好人呢 好官的吗 我这样讲的是从正面这样来讲的 当然各位听众朋友会讲 有些不是你这样讲的 有些那个家伙就是个混蛋的 就是只会在那里扛臭屁 拍马屁 其他都不会做的 当然也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讲的这方面大家听听 我不是说这样都有道理 我说有的长官非常努力做事 啪啪啪啪啪 改革做很多 做很多中间难免就有一个搞得 是出了问题了 出了问题辞职下台 下台以后就永远脱离政治了 就不能做了 这个是不是我们国家的审时啊 那这时候有一个家伙出来 扛了一个责任的话 把责任当下来的话 那那个长官呢 就还能继续做 继续为我们国家做很多的事 大家你觉得对不对啊 我这样讲啊 我很担心大家会有负面不同的想法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也各位想一想 我们再来谈 刚才我们提到啊 在政治上有很多去担责任 长官可以跟你讲 这次发生这个车祸的事啊 这个事件啊 你呀担当一下责任 没有关系 你就部长辞掉好了 那么将来我一定会给你有更好的安排的 那么这个下级的官员呢 也会说放心好了 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啊 就很好 那么大家讲这个政治上 我讲的这样 我没有意思说这样担责任是对的 但是各位想一想 如果有一个主管 他做事非常能干 我们都认为他很好 他批哩巴拉批哩 他做很多事情哦 也不怕有错误哦 有一件事刚好发生问题了 还有大家就说 哎你要负责任 你要负责任 这个时候他底下如果有个人替他担一下责任的话 那就可以完了 譬如我讲比较的真正的例子 从前就有的那个部会里面 这个部长啊 有一个政策做着后来遭到很大的批评等等这样 结果那个次长啊就很好 哦他说这件事情啊主要是我的主意啊 我跟部长报告说这个应该这样这样这样 可能我没有注意的周延啊 没有关系都怪我好了 那么我辞掉次长的位置好了或者怎么样啊 就替长官当了一下这个责任 那这样这个长官呢 是我讲啊他是很能干哦 是很能做事的哦 他就可以继续留在位置上 为我们国家人民做很多事情 大家想这样 就算这个次长当了责任有一点牺牲 他也是值得的对不对啊 而且这样的次长呢 他也有这种勇气 他晓得我担当责任 让我的部长免掉了这个责任 部长可以为国家做很多事 那么这个次长如果是很能干的 部长不会忘记他的 甚至他上面更高的长官 包括院长总统 这个部长都会报告说这件事情啊 我们这个次长担当这个责任 实际上啊 他是为担责任而起来的 所以将来有机会一定会再起来的嘛 是不是 这个我都是从这个正面的来讲 大家不要想到负面上啊 官官相护啊 一群混蛋在那里自己就乱搞 不是那样 那种情况当然是不可以的 你知道吗 但是在政治上啊 大家在政治上搞过 看过多的情况的时候 就会了解 我们不要轻易的 让一位非常愿意做事 又能干又魄力的人 因为某一件事情 就让他下台以后 就消声隐急 你永远退出政坛 这个绝对不是国家之福 尤其要培养一个 干练的政治人才的话 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个是我从整体来讲 我没有意思去讲 这一次太鲁格号事件 这个里面哪个该词 哪个不该词 是应该怎么样 跟我现在讲的是没有关系的 我现在讲的是让大家知道 在政治上 有的时候啊 能够替主管担当一些责任 敢负起责任 这种官员 有的是反而是好的 这个 在政治上这样的例子 可以说不慎其美举 但是在政治上 也有一些长官啊 很差劲 不敢负责任 他就跟这个 比如说这个局长啊 次长跟他讲啊 说这个事啊 这个好 我们这以后啊 吃完饭 通通都吃香蕉 免费发香蕉 后来 假如说吃香蕉 很不好 吃出毛病来了以后 这个长官啊 很怕负责任 他就说 我没有讲啊 这个是他们这个局长主管的 他们讲吃香蕉的 是他们跟我报告的 我不知道这个事啊 那个局长气得要命 说当时 我们告诉你 吃香蕉不太好 你主张吃香蕉 我们就吃香蕉 吃香蕉不好 你又说怪我们 是我们做决定的 所以后来啊 这些底下的人啊 要签成啊 写个字条 签成 说这次吃香蕉 吃什么什么 我们主张啊 吃凤梨比较好 那么那个主管批啊 不要吃香蕉 那就吃香蕉 吃香蕉 这个主管啊 哎糟糕 是我批吃香蕉 倒霉了 结果那个签成啊 卷宗拿回来的时候啊 那个部长啊 就把那个签成说 吃凤梨吃香蕉 他批吃香蕉 那场签成啊 把它撕掉了 撕掉了以后啊 他说我不知道要吃香蕉啊 底下人说是你批是你批是你批的 我批在哪里啊 那个批的那个签成的小条子撕掉了 后来这些底下的人很气啊 说这个混蛋这个长官怎么这样子做事不敢负责任啊 后来他们做写签成啊 那个部长批了以后啊 他们就把它影印照相 影印下来 然后他在赖批的时候 你看我们这还留底 是你批的 那就没有话好讲啊 那个一个主管跟他自己的部署之间 如果发生如此不能信赖的状况 这个部会不能做很多事 而且一个做一个部长 做一个主管 不敢担起责任来 都要把责任推给部署 这种的主管也不是一个好的这个主管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状况 是一种状况确实有 后面这个赖批的很插进的主管 这个状况也是会有的 当然后面这个状况 这个主管实在是 谁任命他来做这个部长 做什么 那个任命的人是没有眼光的 我们任命一个人来担当一个重要的职务 除了他的专业的方面 对这个东西不陌生 更重要的是他为人的人品 是不是很有魄力 很勇于担当责任不怕 这样的人啊 他在官场上啊 迟早他都会爬起来的 所以这个今天跟各位谈一谈这个 太鲁格号所发生的这些 罗里巴州的事情啊 刚才我们前天在前面有谈到陈水扁总统 陈水扁总统就是说 哎呀我这个当国总统现在坐牢 我对民进党很有贡献啊 你看我做两届总统八年 你们多少人做过院长 做过部长 不都是我吗 我若没有做总统你们做得到部长 做得到院长啊 都是我呀 我对你们这样怎么搞的 我现在要坐牢 你们没有一个人替我那个 所以民进党的总统就说 没关系啊 我们让你保外就义啊 实际上等于你没有坐牢 在家里面舒舒服服啊 也很好了 陈水扁说你们这些家伙插进你应该特赦我呀 特赦我我就不要什么保卫就义给人家指指点点骂骂的 我就保卫我就特赦我就没有醉了 我在外面到处跑干嘛都可以啊 说哎呦哪有这么好啊 陈水扁说你们没有看一看啊 美国的川普总统啊 他当总统下任没有选上下来 他还还在位啊 还没有交接的时候啊 川普总统特赦了 听说上百人啊 特赦 大小官有问题的 通通特赦特赦 就是在我离开以前 你们通通没有罪了 就算那个是你有罪我特赦了嘛 我特赦的意思 不是你没有罪我赦你 是你有罪啊 我特赦你 所以那些人都感激不尽 所以川普很厉害 那这些上百的人 当然都对川普感激不尽 所以川普下一次出来 要要选总统的话呢 这个上百的人被他特赦的人 通通都会出来呀 要为川普好好的效力一番 这个他选举上啊 未来选总统 就是一个大的力量啊 在政治上啊 像川普搞这种事 那叫做狗屁刀造你知道吗 川普本来就不是一个 能够顶天立地啊 很光亮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实际上是一个商人 他算任何东西都要算 有没有利益赚不赚到钱 他是这样的 所以他的这些事情啊 实在是不能把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例子了 政治上的这些政治人物都像川普这样的来搞客人的利益 利用工器这样适用的话 这个国家也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拉里拉扎 讲的这些啊 希望大家能懂得我讲的意思 而不要误会了 这个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听 大家再会 谢谢各位的收听